男人生了一种怪病 竟对香喷喷的饭菜没有胃口 反而见到活生生的鲜鱼口水直流 诸葛神侯当着吴晴两人的面 将两条刚捕捞上岸的鲜鱼吃下 让吴晴和诸葛轻轻感到骇然 纷纷怀疑诸葛神侯生了怪病 由于弄不清楚具体情况 两人并没有打草惊蛇 决定暗中观察再做打算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诸葛神侯自从生吃鱼肉之后 本来日渐衰弱的身体 竟然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起来 甚至功力也增长了许多 无情告诉诸葛神侯 他感到非常的不安 方才诸葛神侯的一招一式 比起以前来说威力倍增 但却充满了杀气和暴念 诸葛神侯文言哈哈大笑 表示无情有个地方说错了 你错了 不是杀气 是霸气 师父自从生吃了生鱼生肉之后 感到体内的功力功力 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没想到活吃生鱼生肉 会有这么大的补义作用 你们也都应该去尝试尝试 时间来到三天后 一个神秘的鬼面人 来到了八大门派之一的青城派 青城派掌门竟然不过三招 就被鬼面人打成重伤 一群青城派弟子前来支援 更是被鬼面人一招秒杀 最终青城派掌门没能逃走 惨死在鬼面人的掌下 诸葛神侯和吴晴几人收到消息 立刻分析起了局势 铁手说出凶手戴着面具 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手段毒辣见人就杀 吴晴认为凶手能够在一天之内 接连杀死两大门派的掌门 定然是江湖上少有的顶尖高手 为了查清楚凶手的身份 诸葛神侯当即命令吴晴和铁手 前去走访两大门派 收集凶手的相关信息 吴晴先是来到了青城派 找到临时主事的青城长老 询问青城掌门被杀死的那晚 有没有活着的目击证人 青城长老很是配合 叫来了一个叫做智晴的人 让他说出了当晚的所见所闻 智晴告诉吴晴 那个凶手不仅杀了青城掌门 还吃掉了他的部分尸体 一想到就令人毛骨悚然 吴晴回到中一堂后 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让诸葛轻轻感到一阵的恶心 与此同时 前往空同派调查的铁手 也说出了同样的调查结果 凶手是一个戴着鬼面具的鬼面人 又是鬼面人 更不合思议的是 凶手成胸之后 撕碎来的尸体 啃死者的肉 啃死者的血 诸葛神侯分析当前的信息 判断杀死两大掌门的鬼面人 应该是同一个凶手 并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凶手的目标应该是 其他八大门派的掌门人 时间来到两天后 华山派掌门正在打坐练功 却突然发现门外有黑影闪过 被惊动的华山掌门追了出去 却没有发现黑影的踪迹 哪知就在华山掌门放松警惕之际 鬼面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仅仅不过是一招 就杀死了华山掌门 听到动静的无情赶了过来 还为动手鬼面人便已消失不见 轻功之高当时罕见 什么 华山派的掌门也遇害了 只可惜我追不上那个鬼面 他的轻功实在太神奇了 我想来想去 武林之中有这样轻功的人 除了师父您 那就是追命